-宋伟业主任 where I am - 弟兄们啊- 走啊- 走啊 - 弟兄们啊 走啊- 走啊 - 弟兄们啊 走啊- 走啊- followers - 弟兄们走啊-� Steved 以我方向者来的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落后 落后就要被爱走 永世不见日头 一步风向着来一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落后 落后就要被爱走 永世不见日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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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也不要回頭 回頭就要錯過黎明 趕不上決戰的時候 回頭就要錯過黎明 趕不上決戰的時候 回頭就要錯過黎明 趕不上決戰的時候 回頭就要錯過黎明 干扑上决战的时候 弟兄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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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手刚才说的是你 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你长得很漂亮 龙先生走了 义局小姐 放他们走吗 要不我去把他们追回来 让他走 这混蛋小子装疯卖傻 查得紧了会打草惊蛇 我关心的倒不是这起案子 而是这小子牵连的地下组织 刚才他拿枪逼着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动手 你为什么不动手 万一这是真强 玉局小姐 他肯定不会开枪的 他不是夸你长得漂亮吗 我知道你爱听这句话 那个时候要是动起手来 你一定会生气的 什么 我长得漂亮吗 当然漂亮 这小子倒挺识惑的 谁识惑 不过这小子倒挺会说话 讨人喜欢 杀了怪可惜的 是啊 听讨人喜欢的 听讨人喜欢的 玉局小姐 北条军 他令你不愉快吗 其实 北条军是个好男人 只是 不知为什么 他变得这么多 是啊 我也觉得 有些不对头 能让一个男人变心的 出了权力 就是女人 我担心北条军他 你担心北条带着军部的上方宝剑 会不好相处吗 不然干脆 我去 不 不能这么干 你怕失去他吗 不错 在这场战争中 我失去的太多了 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我不想失去最后的一点东西 玉局小姐 其实男人和女人 都一样 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他不会有事 他们美国 煦宁 他也不愿意 因为他一直有事 就挺有乘的 他不想惹 他不想出来 怎么说这枚戒指是你的了 郡靖难 你这一手看得挺漂亮 这枚戒指确实是你的了 是又怎么样 那么我这次来找的就是你了 你三分五次来找弄狱是未来找我 弄狱死了 你一定觉得非常可惜吧 弄狱不会白死 因为我还是用这枚戒指找到了你 你以为这支戒指只有这一枚吗 在石川玉局的周围人人都有这样的戒指 什么 就算你找到了我 杀我灭口 也隐瞒不了你投靠日本人破坏地下康尔组织的罪行 战争结束 人们将会在我的遗物中找到全部记录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要用我的血 来祭我的民族 怎么 又让军军难跑了 跑了 他为什么不到医院就找农狱 而到这儿来 农狱确实死了吗 嗯 我查过了医院的记录 农狱因手术后 失血过多而死亡 但是尸体失踪了 尸体失踪 军静难 龙翔心 农狱和五狮子都有关系 你看 会不会五狮子搞得鬼 来 总算把他救回来了 今儿一会滚走 一会儿停四方 小点没把我吓死 姐 坏了 怎么啦 容易违宪了吗 农狱倒没什么危险 不过你只顾旧农狱 帮带了药品回来了 我还以为啥子打不了的死了 没有药 就想要法子到医院去卖 说得容易 日本人对药品控制得很严 要不定不许卖药 再说日本伤病这么多 要点卖伤药 早被日本人没收了 到哪去找 那咋个办 只好你再回医院一趟去偷药 我来看过农狱 再回医院 再回医院 这可是姚明的死 可是没有药 弄你的伤就会恶化 一旦感染 他就没命了 好 那 玉菊小姐 有一件事 你大概没想到吧 什么事 是 还记得沟口新建吗 沟口新建 为什么叠起她 沟口 沟口 你是说她和武师子 对 她是武师子小姐的弟弟 沟口会长的孙子 这件事也不能对任何人讲 这件事不知道武师子知道不知道 如果她知道了 她会怎么样 杀你弟弟的是石川玉菊 石川玉菊 站住 站住 跪下 别让她跑了 弄玉小姐 弄玉小姐 你好点了吗 我 我怎么了 你受伤了 受伤 这是什么地方 我 我在这儿 这是在我家呀 是我姐姐 从医院把你救回来的 你姐姐 你姐姐是谁啊 我姐姐就是百青中啊 百青中 能玉小姐 你 你 我姐姐回来了 脚步不对 你回来了 你是谁啊 要干什么 龙先生 能玉小姐 你回来了 龙先生 没抓住 让她跑了 龙先生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猜到弄玉失踪可能跟百先生有关系 亏你来了 不然就危险了 小心 我这次来是为了抽调叛徒 原来我抱着希望是想通过弄玉来查清 但是没想到弄玉 警呐 相信 现在我还顾不上难过 我觉得 这件事情 与石川玉局有关系 但最直接的线索 就是你姐姐的男人 我需要尽快查清她的身份 要查清她 只有查清石川玉局 今天高口五十四透露说 石川玉局并不属于宪兵队的 而是一个叫白狼会的组织 白狼会 过去也没听说过呀 这一定是一个很隐秘的组织 可能很多事与石川玉局有关系 如果真有这个组织 那一定危害极大了 你知道那天晚上在街上被打伤的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 是北条教官和全兵卫 他们也住在医院里 据说是军部派来加强白狼会的 现在日本人已经溃败 室内的日本军队也逐步撤离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白狼会还不撤走呢 还要回光返照 他们想干什么 我看咱们得想个办法 钻进白狼会查清叛徒 这样一举两得 可是没有窟窿怎么钻呢 是啊 石川玉局身边带有一个天道控子 可是我没有一定的把握 我想起了一个人 我也想到了 你先说 沟口五十子 对 沟口五十子 翁哥 你的 喂 沟口会长 我已经回家了 可是石川玉局接口说有人潜入医院偷药造成的爆炸 他拘捕了五十子 什么 拘捕了五十子 我让你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把五十子给我保回来 谢谢 董老师 小姐 你没想到这里有什么蹊跷吗 蹊跷 什么蹊跷 五十子在前头 为什么突然往回跑 你是说 刚才的事不是偶然的 嗯 也许五十字害怕了 他想成绩逃跑 仅仅是逃跑嘛 你抓了五十字是到百郎会 他有什么害怕的 玉京小姐 如果五十字真的知道 狗口新界的事 这件事 就应该得出 另一个结论 我救了你 这一次 可是我不一定能救你第二次 你救了我 五颗子弹等于救了我五次 我一定要报答你 过去 狗口新界 玉京小姐 没想到吧 怎么是你 他们抓错人了吧 不 我用的是假名字 不 一会儿 100部队要来解送你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是100部队的叛逃人员 你快走吧 我说过 我要报答你 不 没用 100部队不准一个叛逃人员活着回去 再说我一走肯定会连累你 如果你要报答我 就借我手枪用一下 不 你快走 快走 快走 玉京小姐 玉京小姐 我看得出来 你的心还不那么坏 我没有白救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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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沟口新界的姐姐吗 不错 她可能还不知道沟口新界是石川玉菊傻的 怪不得石川玉菊小姐对她这么感兴趣呢 仇人相见 那可是特殊的滋味 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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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跟你讨价还价 与其小姐 充其量你也只能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底牌 其他部分的去向 只有我掌握 高口会长也不清楚 何况就是清楚 他也不会向你交底 好吧 龙先生 你赢了 爸爸 你死得不明不白 我原以为我男人会知道你死的原因 可现在他也死了 是详心傻的 我不很相信 但是这一下 我永远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死 将来我用什么向你的孙子交代 人要带我 你死 我死我 如果你死我 辈子 你把我找到你 你这要我去找到你 我不说 我爸爸被杀 我在我爸爸身边找到的 这是他的 我把他藏起来 我没有告诉向西 我怕他会出事的 龙姐 那藏起来他干什么 我想搞清真相 但现在不行了 他已经死了 你是说姐夫 为什么这么巧 都是在同一天 原来相信跟我说 我还不相信 可现在我也怀疑是他干的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男人是不可信的 他离开我这么长时间 说明他心里有鬼 这么说 这是真的了 龙姐 这太可怕了 相信 今天去医院碰到了他 就失手杀了他 少爷告诉你的 他 其实他并没有 龙姐 外面有人 有人 什么人 不知道 会不会是日本人呢 他 相信出去了 他不知道 一快往日本酒吧打个电话 告诉向西 喂 日本酒吧忙 请我找一下龙祥心先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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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怎么对我说 阿罗 客人不止一个 你告诉我姐 实在招待不过来 就可以找一个帮手吗 听听 听听 还说呢 他在说还不止一个呢 怎么 说什么 少爷好像没听懂 他还在开玩笑 他让我告诉你客人不止一个 如果招呼不过来 让你再找个帮手 这一包 压上了 家宝 你压一个给我看看 这叫斗志 龙祥心跟我玩心眼 我叫他就地玩蛋 快动阿袋 快 龙先生 有人接走农狱 龙哥 农狱 我上去看看 你们别上去 别动 农狱小姐呢 农狱小姐呢 他跑没了 妈的 让他跑了 你 你要带我上哪去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还问这干嘛 君靖难 你认识吗 君靖难 他是谁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没有好 我也用不着杀你了 杀我 我只要你帮我一个忙 找到君靖难 我又不认识他 怎么着 当然由我来替你安排了 那 君靖难就会来找你的 找我 他是你的仇人 只要他知道了你的消息 他就一定会来 他要是来了 你就放了我 当然 我现在杀你也没有用 想不到你这样一个精明秀丽的女议员 竟会丧失记忆 这也是天意吧 这么说你是实传一局的人了 实传一局 别动 这支手枪会在你的头上开个大洞的 他会破坏你的仪表的 我倒忘了 你是个议员了 原来你在装作失去记忆 如果不是这样 咱们的位置怎么会颠倒过来 刚才有人救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动手 那 是个最好的机会 我想看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受伤后 会有那么多人对我感兴趣 找到答案了 好想清楚了 你是石川玉局的人 怀疑军禁难是为地下抗日组织工作的 对吗 就企图杀他 因为我认识军禁难 所以你也要杀了我 现在又让我引军禁难上钩 不错吧 不 弄玉小姐 你不敢说出实话 实话 让我来揭露你 我是这个市里被破坏的地下抗日组织的唯一的幸存人员 唯一人员 因为我隐藏在白狼会里 所以幸免于难 我在查找组织被破坏的原因时 发现叛徒不是别人 正是你 农玉小姐 我 不错 你向石川玉局提供了情报 你 你有没有搞错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当然有 你不知道地下组织剩下了谁 只知道这个人手上戴着一枚白狼戒指 便给城外的同伙送信 企图让他们追查 在满映一次拍照时 我有意露出了这枚白狼戒指 果然引来了一个杀手 他就是军境难 他来找你就是为了追查我 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你 杀军境难的原因了吧 你在胡说八道 我用不着骗你 因为你不会再活了 我想让你在临死之前有个忏悔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杀我吗 别忘了 手枪可在我的手里 你没有机会开枪 如果你开枪 手榴弹爆炸会有什么结果 你也会知道 弄与小姐 你面对的是死亡 手榴弹在手里爆炸 是没有死角的 难道 你不怕死吗 我当然不想死 我有妻子 还有一个没见过面的孩子 他们可能现在还在误写我 可是你知道 一个男人知道骄傲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不像女人那么软弱 在需要死的时候 他会毫无犹豫 你到底想怎么办 或者你开枪 或者拉向手榴弹 你可以吧 尽管你活命的机会很少 可我猜你会选择的 可是你现在 可是你现在还在误决我 可我宁愿这么办 你用不着拿死来吓唬我 我相信你的话 我猜到你这种人是会怕死的 但你不要以为我会让你活着再去害人 如果你不知道一个真正的女人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那你就给我听着 在这个世界上 死的傻瓜太多了 用不着你来操树 事情和你说的正好相反 我和军先生都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给我时间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你下着 我只相信你 你不是卖国求荣的叛徒 不然刚才 刚才我会开枪打死你 在勇气上 我并不比你缺少什么 你要是以为你可以小看一个女人的话 那你就错了 你这混蛋 或者可以说王八蛋 弄玉在沟口 我以为她死了 可是没想到 你见到她了 见了 可奇怪的是 弄玉她不跟我说话 她守四敌 失去了记忆 我原来对你说她死了 就是怕你知道后悔痛苦 她被我姐姐的男人劫走了 可不知道她怎么又会跑到高口家去 刚才 刚才龙锦男人在这 我姐姐男人 就在这片树林里我用枪逼住了她 你放了她 我怕刺激你姐姐 另外我还没有抓住证据证明她是叛徒 她是叛徒 起码她投靠日本人 为虎作娼 她把我姐姐喊成这样 就算不是叛徒 我也不会饶过她 龙姐 你没事吧 你卸什么眼睛 你 龙姐 五十四小姐 龙玉小姐是不是在你家呢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君先生和龙先生都那么关心弄语小姐 我简直搞不清楚 究竟他们谁更爱弄语小姐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就是阿罗 你同我办的事 我说不出口 算了 就让我自己说 不 我已经说了 但说的不是你让我说的话 你说了什么 我说你喜欢她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明明知道阿罗是团长的未婚妻 不是我的 我是不对 可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出了这种话 现在想收也来不及了 你 来不及也得收 我这样做对不起死气的团长和阿罗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阿罗对你痴情 你不是不知道 你要是收回来 阿罗受不了 你怎么对得起死气的团长呢 因你说怎么办 我总不能这样骗着阿罗吧 这是由我造成的 就由我来纠正吧 你现在不要对阿罗说 给我一段时间 怎么样 慢慢来 好吧 敬哥 妈 我已偷作你 美心有君美神中 君心有美君神地 求一世存真情 愿我不永期 美心有君美神中 君心有美君神地 求一世存真情 愿我不永期 愿我不永期 欣賞我 欣賞我 我想你 求一世陪黑君坐 沙漠下總有心 我生氣是你想我 你生氣是我想你 求一世陪黑君坐 上下總有心 生氣是想你 你男生 你永遠